那马斯克当然大家知道是个超级大狂人 在川普胜选的时候 你看他的这个特斯拉的股价翻 翻到了他又重回了美国首富 那川普在胜选敢言 三分钟提了11次马斯克 到底有多爱他啊 当然这样也是刚刚好 因为马斯克呢可以说是 压上了所有的身家 好值1.32亿美元在挺川普 然后川普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造句嘛 马斯克是一颗星星超级天才 我爱马斯克他后面还有一段话 这个天才不是很多 所以他需要被保护 美国总统要保护马斯克 大家看到了什么赶快去买 买他的这个股票对不对 那马斯克呢也很有自知之明 聪明绝顶的一个人 他在10月接受专访的时候 就讲老实话 我经常诋毁贺锦丽 如果他赢了我就死定了 我就完蛋了 那还好真的是赌赢了 这次真的是赢很大 那川普选前也说嘛 当选之后他要创建一个 全新政府效率委员会 因为美国政府真的是花钱 从不手软大手大脚 所以你看现在美债有多高 要负责审计还有改革 联邦政府消除诈欺跟低效率 谁来负责呢 就是马斯克 那所以呢 这个今天大家关注 马斯克有很多焦点嘛 第一个 马斯克也是商人啊 所以下注川普 看起来回报巨大 对吧 那特斯拉的车说实在 这一阵子卖的都没有很好 但是现在不管政治加持 它会翻好几倍 红到什么程度 红到呢 它四人飞机降落在海湖庄园 跟川普家族一起看开票 赢的时候呢 就是拍了全家福的照片 那家族照 贺见马斯克吸而入境 好像家族成员又多了一个 然后网友就开始乱点鸳鸯谱 说那个Ivanca应该改嫁 改嫁给马斯克 网友下面写了一大堆 那个小说式的一个作文 光是这一张照片 好 另外还有呢 就是台湾民众最熟悉的裴洛西 就是因为他 我们的台海中线没了嘛 对不对 这是两岸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分水岭 那裴洛西呢 跟川普是死对头 你记不记得 过去川普讲话的时候 他在后面 把那个文件撕掉 那个画面也是个经典 裴洛西忍不住哭了 因为贺锦丽在她的母校 发表了这个她的败学演说 所以这个裴洛西呢 到场被拍到眼眶含泪 以及你看到蛮特别的是 在川普胜选之后 昔日红极一时的 第一千金一番卡 虽然涂着大红的口红 但是全身穿着蓝色的衣服 大家知道 这个民主党的颜色是蓝色嘛 那川普当时 共和党红色嘛 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 你看川普的领带啊 大家都知道很适去的 都是红的 那只有第一千金 穿全身蓝 这什么意思啊 她没有这个政治警觉心吗 好像也不至于嘛 还有既然有照片 这样站 大家就要找C位是谁呀 对不对 那以前第一千金是最红的 一定是牢牢站在老爸的旁边 现在好像不是哦 川普的媳妇啊 这次在选举当中 非常的努力 帮这个公公助选 所以这次呢 我们看到 在这张全家福照片当中呢 好像就站到了C位 把这个第一千金的 往边边挤了一下啊 感觉上在家族的 川普心中的分量 好像也有所排名要改变了 那另外呢 这次川普赢 真是赢得不得了啊 他不只是赢了选举人票 赢了这个普选票 然后这个参院拿下一万 可以说是这个全部啊 有没有 参院变天啊 共和党是52席 民主党44席 众院呢 是共和党209席 民主党191席 大获全胜 全面执政 他比过去的川普 要更强啊 更旺 那面对这样的川普 2.0来袭 好 北京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稍后就先请 这个介大使讲一下 习近平向川普 致了贺点啊 这个新华社 这个发文嘛 习近平讲什么 历史昭示我们中美 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这是中国的一贯主张 没有错 稳定健康 永续发展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跟国际社会的期待 但是对照起来 看起来 这是中方的动作 算是蛮积极的 因为你看到 在这个2020年 11月3号 美选 到了11月25号 不过当时是因为 我们知道这个开票 有点这个拉锯了 11月25号 习近平才致电拜登 那2016年的时候 就是川普的第一次 美选隔天呢 习近平就向川普致贺电 还有呢 最新的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 那也对这个川普的胜选 川普过去讲过很多 两岸之间比较敏感的话 毛宁说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中间最重要 最敏感 当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来 好 我刚才讲 这一连串的讯息 它其中这个含义很大 那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一下 几个观察的角度切入点 川普商人嘛 所以商人治国 商人加上商人强强联手 两个都有点狂 两个看世界的眼光 都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 以这样的治理方式 面对北京 那纪大使觉得呢 跟上一次川普执政的四年 两国的对撞 跟过去有哪些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次可以看出来 川普还是老招 川普他 而且他把他要做什么 在选举的时候 都合盘拖出了 不会超出那个范围 那基本上很多这些 英机学者认为川普做得行不通 而且呢 他要增加百分之百 百分之两百的关税 到处用关税来的话 可能这个 这个是回力标打到美国打得更重 美国经济状况并不好 那他要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带回来 马美国经济做景气 他这个做法 骗一些一般老百姓言之成理 可是从这个贸易的理论来看 他自己付出代价是相对的重 那而且对他的经济 那影响很大 你要知道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GDP里面 外销大概在百分之二十 二十现在不断的在缩小 因为中国大陆讲双引擎 内需也变成这个 这个GDP很重要 现在大概就十八十七 可是呢 美国是不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 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 美国大概就是二十趴 也就整个中国大陆外销 他美国占的比例就是二十趴 那这二十八乘二十趴 也不过这整个就百分之四而已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市场 对中国大陆整个GDP 它的影响是百分之四 到百分之 最多百分之四左右 那所以美国的影响 美国市场对中国经营影响 并没有那么大 那所以呢 就是说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想经过这个过去八年 美国在贸易上用了 已经推到极致的这种 这种破坏的做法 事实上美国经济也没豪快 中国经济也没有出大问题 我打断一下 就是说这个过去北京 跟川普打交道 有四年的经验 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其实川普的一些做法 大概就那几招嘛 就那几招 关税啊等等 这当然从川普的眼睛 去看北京 因为北京是跟美国不一样 因为它的政权稳定 所以它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 但是美国呢 这个因为政权交替 所以过去很多 这个拜登任内的一些主张 可能都会中断嘛 政策都会中断 所以对北京来讲 这个川普跟拜登 你觉得呢 哪一个对北京未来的下手 会更狠一点 我觉得的话 应该就对北京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不是只在乎这个经贸 经贸问题 中国大陆是实力很强的 而是中国大陆不太愿意 在这个所谓的安全 这个整个的这个防卫上 付出太大的代价 那尤其在台海问题上 所以这个毛宁讲的很重要 这个才是核心 你这些生意的事情 你多赚一点 我少赚一点 那没有问题的 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都是小事 钱不能解决的 那要搞得要打仗 要出人命的事情 那个事情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绝对不可预约的红线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